你吃过一口下去 30多万就没有了的食物吗 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 探索君无法想象 我还是吃我的泡面吧 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今天非得看看这1623万元一瓶的酒 6.8亿元一桌的菜到底长什么样 今天这期视频就跟着探索君一起看看 世界上最贵的6种食物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第8种可食用金箔 世界上最贵的巧克力只需要几千元 但包了一层金箔之后 就能卖到十几万一颗 可金箔没有健康也没有味道 更不会增加巧克力的味道口感 有钱人吃可食用金箔 只是因为它贵 而金箔本身是不能吃的 只是为了提高档次做装饰的 彰显吃它的人身份地位很高 毕竟可食用金箔 都是真正的24K纯金 第7种鹅干 这是一道法国的传统名菜 使用的原材料是最上品的鹅干全干 同质量的黄金都没办法 和正宗的上等鹅干比较 能够用来做鹅干的鹅 也不是一般的鹅 它们的体型一定要足够大 才能保证鹅干足够重 另外对鹅干颜色的要求也非常高 小鹅仔在被送上刑场之前 是不能受伤或者有损坏的 正是如此 鹅干的价格才非常的高 享誉世界绿色食品之王称号的鹅干 可是养生的好帮手 血脂和胆固醇都能够降低 还能软化血管 将衰老的速度减缓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法国人制作的鹅干 其实是鸭子的肝脏制作而成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鹅干肉质都比较细腻 但鸭干制作出来的鹅干味道更加浓郁 世界上最贵的美食还有哪些呢 仔细看 这黑不溜秋的玩意儿 100克就能卖到150万元 是目前世界上最贵的野生食材之一 第六种伊朗珍珠鱼子酱 这一口下去啊 可是30万就没了 鱼子酱凭什么能够卖到这么贵呢 因为它来自一种冰微物种 伊朗白鱼鱼 想要养殖一条白鱼鱼 就得保证鱼池里的水温冰冷 但又不能太冷 同时水里面不能有过多杂质 为了保证白鱼鱼体内的鱼子颗粒饱满 吃起来的口感达到味觉极致 绝大部分的白鱼鱼都是不能生育的 就算是最上等的白鱼鱼 可能要22年才会生产一次暖 第五种白松露 从意大利北部出身的阿尔巴白松露 堪称最难买到的食物 因为白松露对生长的环境要求特别高 所以无法人工养殖 只能在野外找到 作为欧洲人公认的稀有美食 白松露还有白色钻石的美称 一小块就能卖到2到15万元左右 如此稀奇的玩意儿 绝大部分人一辈子 都只能在网络上看过图片 目前记录在侧最大的白松露 重达1.5公斤 被赌王和风生花200多万拍下买走 第四种伊比利亚火腿 这可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火腿 由生长在艾斯特雷马杜拉 特有的猪腿肉制作而成 这些伊比利亚猪平时吃的 就是昂贵的巷子 所以这一条猪腿的成本 就高达1200美元 猪腿割下来之后 会让它在高温下完全风干 然后在表面封上一层辣 因为伊比利亚火腿上 所有的脂肪都被高温烤成油 所以它算是低胆固醇的食物 你吃过最好吃的火腿 长啥样呢 你敢相信吗 这瓶香槟竟然卖到了 1623万一瓶 第三种哈雪香槟 1916年 瑞典一艘蛮载哈雪香槟的货船 突然在海上遇难 这些香槟都石沉大海 可没想到的是 香槟内的压力 竟然和海底的水压持平 一货船的哈雪香槟 不仅没有碎掉 还十分完美地储存在了海底 80多年后的某天 也就是1997年 有人发现了这艘沉船 并连带上千瓶香槟 一起打捞了起来 一开始的售价是190万美元 后来哈雪香槟 被法国奢侈品集团EPI收购后 就变成了人类史上最贵的饮料 2018年的时候 拍卖售价高达224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1623万元 这可真是让82年的拉菲 见了都甘百下风 第二种 日本松茸 这是一种原产于日本的蘑菇 吃起来味道非常独特 因为一年只能够收获一次 所以日本松茸 最高能卖到600美元一公斤 此前三科拥有秋季味觉之王的日本松茸 在拍卖会上 卖出了5万元的天价 果然不是钱多 闲得发慌的人 真的买不起这些玩意儿 在没见到第一种食物之前 永远都不知道 最贵的到底是什么 价值6.8亿元人民币的天下第一印 在新疆博物馆 一桌全世界最贵的宴席 在大厅里展览着 整个桌子有1088道菜 那么问题来了 把这么多菜进行展览 难道就不把它们坏掉吗 这可就得说说这些菜的来历了 其实这些菜呀 都是用来突出新疆美食特色 从冷的热的 素的昏的 到汤汤水水 干果蔬菜 都是用石头雕壳而成 当时专家人士经过鉴定 估计这桌宴席价值6.8亿 虽然不是用来吃的 但也把我们中华美食背后的 地大物博呈现了出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视频请看主页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交流